在蘇伊士運河上擱淺了近一週的長次號巨型貨輪 終於在當地時間3月29號下午 成功擺脫泥沙的困擾 蘇伊士運河的交通也得以恢復 在多艘拖船的協助下 長次號巨型貨輪趁著漲潮緩緩移動 終於擺正方向 離開了擱淺的位置 埃及電視臺的畫面顯示 長次號已經可以自己緩慢橫行 沿運河向北行駛 蘇伊士運河管理局發聲明宣告 營救長次號的行動已經成功 運河的航運交通也終於得以恢復 而長次號將前往大谷湖水域停泊 進行試航性檢查 以確定其是否適合繼續航行並運輸貨物 根據彭博社的數據 目前至少有476艘船隻 等待通過運河 包括數十艘集裝箱貨輪、油輪和天然氣運輸船 蘇伊士運河管理局預計 需要3到4天的時間才能完成消化積壓的船隻 恢復運河常態 蘇伊士運河航運佔全球海洋貿易的12% 包括10%的海上石油運輸 在長次號擱淺病毒死航道的6天裡 全球供應鏈被嚴重打亂 貿易損失高達數十億美元 3月23日上午7點半左右 臺灣長榮海運的天賜號巨型貨輪 在蘇伊士運河上擱淺並堵住航道 以初步排除了機械或發動機故障 但不排除天氣或人為原因 營救天賜號的過程中 總共動用了13艘拖船 其中包括兩艘強力海拖船 挖出的泥沙約達3萬立方米